切開圓滾滾的泡芙 經典爆漿草莓卡士達內餡流出 加上新鮮切塊草莓 可愛又勾人食欲 清茶酥餅裹上清茶巧克力 鋪上鏡面甘納絲 花與蝶相互呼應 形成獨特造型 台北國際烘焙展 集結360家廠商超過1600攤 掀起了烘焙旋風 各家業者都拿出了最強商品來PK 想要第一時間抓住眼球 有特色的造型就是最大的賣店 像我手邊這一盒玫瑰檸檬塔 在2022年早就在網路上引爆了話題 網路平台評選出前30大2022年 最具特色的人氣烘焙榜單 像是深受各年齡層喜愛的 蛋黃酥 鳳梨酥等 油酥油皮類產品 數量佔了將近三分之一 包含開賣及玩秀的人氣 蛋黃酥品牌陳耀逊 還有在團購網站創下一小時 熱銷三間盒記錄的 彰化名店林技高餅鋪的蛋黃酥 通通都榜上有名 第一次參賽跟第一次獲獎 獲獎的產品是用 我們台灣的百香果去熬煮的 就是果醬 烘焙業每年可以創造600億產值 但現在蛋黃嚴重 蛋糕 麵包一定會用到的 麵粉 奶油 雞蛋 價格也都一去不回頭 雞蛋漲最誇張 以前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一箱雞蛋大概就500多塊 常常跟學生這樣講 那現在是1180塊 麵粉也是 蛋也是一直漲 應該快兩倍 進口的乳製品差滿多的 最少也有漲15% 那高的話有到30% 業者成本壓力暴表 想等終端物價 但價回落 只怕願望會落空 環宇新聞張博偉張亞豬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叫做電視結果 نہ … 順 homem 點 李